自我入府 谢恒宠我宠得天下皆知 他还那里一位小妾 听说两人年少时情投意合 可那小妾入府便遭冷落 谢恒从不去看他 只宠着我 他在谋夺储君之位 暗处的敌人伤不了他 无数暗杀手段 就冲着他最心爱的女人来 酒宴投毒 我痛苦小铲 马车遇袭 我摔断了双腿 最后争处之战 我和小妾被他的死敌绑架 二选一时 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我 死敌便一刀捅进我的血肉 说要让他失去最心爱的女人 我缠绵病榻 他登基为帝 却把皇后之位给了那位小妾 他身穿龙袍 与我摊牌 我从未爱你 这些年宠着你 只是因为我知道 皇兄他们会用我最心爱的女人威胁我 我需要一个活靶子 他牵着小妾的手 为了不让他成为活靶子 所以才假装宠你 我冷落她 是在保护她 我宠爱你 也是在保护她 那小妾也笑着说 多谢姐姐多年相互 让我能养尊处优 不必像你一样 不断被毒 被害 被杀 我含恨而死 在睁眼 我回到酒宴投毒这一日 我毫不犹豫地 把那杯段子绝孙的毒酒 换到了谢衡手中 杯中的毒酒 倒映出我年轻的面容 我便知我重生 回了三年前这场酒宴上 抬眼 宁王谢衡正跟几位大臣谈笑 他意气风发 仿佛一切皆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久前 他抓住了齐王的把柄 让这群大臣谈劾齐王 导致齐王被皇上训斥 齐王妃惊怒之下流产 打压了一个劲敌 谢衡心情大好 特在府上办了这场宴会 犒劳他阵营下 那些蛇灿莲花的文官 他不知道 齐王决心报复 戏作已经前进了厨司 在酒里下了毒 这杯毒酒 就是冲着我这个宁王妃来的 前世 这杯毒酒下肚 我腹中绞痛三日 四个月的孩子化为一滩浓血 之后太医诊断 我再不能如寻常女子那般 怀上身孕 谢衡害死了齐王妃腹中的孩子 齐王以牙还牙 也要让谢衡最心爱的女人付出代价 不错 京城人人都知道 我宋季婉是谢衡最爱的女人 我与她大婚那晚 她让皇城每家每户 都在门口挂上红灯笼 亮灯到天明为止 那晚皇城一片喜庆 全城百姓都知道 这是宁王对宁王妃的毒宠 婚后 但凡有正式场合 她避邪我这个正妻出席 在人前毫无顾忌地 与我食指相扣 恩爱无双 既然挂着我赠给她的玉佩或香囊 即便是对上那群跟她争处的皇子们 她也时不时地将我这个王妃挂在嘴边 炫耀我温柔贤惠 是她此生至爱 她如此高调 以至于连皇城街上路过的狗被人踢一脚 开口叫出的第一声也会是 宁王谢衡最爱她的宁王妃 谢衡爱我 爱得毫不遮掩 暗处的死敌自然也知道 她的软肋是我 既然宁王爱我如生命 那杀了我 便能重创宁王 所以前世 毒酒毒害 马车坠崖牙 叛军谋杀 全都冲着我来 等谢衡真正地当上太子时 我也落下残疾 重病缠身 必遭受毒害的身体 早已游进登窟 时日无多 我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却不绝后悔 只想着 幸好那些毒酒 暗算没有伤害到谢衡 直到那时 我都以为谢衡是真心的待我 我自然要以真心回报她 知道她即将登基 也只想着自己 虽然当不了几天皇后 至少可以惠及母家 可她登基那日 却把皇后之位 给了府里那个 默默无闻的小妾 那小妾叫张应雪 是礼部张侍郎的女儿 张侍郎她莫获罪 张应雪差点被发卖为奴 谢衡就吓了她 跟我说 只是看在年少时 那点微默的竹马情分 不忍看她被人搓磨 所以那进府里做个妾 你瞧 她连那个妾 都会如此温言细语地 与我解释 小妾进门后 谢衡极少去看她 连洞房之夜 也只是去她那边走个过场 之后便来了我的房里 冷落的戏马唱得如此之好 以至于谢衡牵着张应雪 在我面前与她食指向扣时 我还以为是自己病重看花了眼 他们身边还有两个三岁的孩子 如今 一个是小太子 一个是小公主 那张是笑着对我道谢 多谢姐姐这三年 为妹妹我遮风挡雨 你还没见过这两个孩子吧 她把两个锦衣加深的孩子 推到我眼前 向我炫耀 这两个孩子 在我入王府前 就已经在肚子里了 姐姐不知道 她眼唇一笑 你的确不知道 因为皇上在做王爷时 将我保护很好 我被关在后院 看似不得宠 其实吃穿用度一样不缺 丝毫不比 你这个得宠的王妃差 那时外头乱得很 那几个皇子 恨不得把王爷生吞活剥了 王爷说了 外面危险 她不宠我 我就不会被那些皇子针对 但只将我保护起来怎么够呢 必得再娶个王妃做活靶子 于是王爷便向先帝求娶了你 我原本是不乐意的 她与我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让我看着她宠爱别的女人 我自是不甘心 直到那次公宴 你被人投毒 堕胎流产 我才明白陛下的苦心 原来她是真的在保护我 后来 我便乖顺地听陛下的安排 那段时间 姐姐遭了不少暗算吧 张应雪娇羞地摸了摸肚子 姐姐被毒酒毒的流产丧子时 我正在内宅安稳地养胎 姐姐从马车滚落 摔断两条腿时 王爷正趴在我肚子上 听龙凤胎的胎动 姐姐被叛军劫时 我和王爷心照不宣 她开口选你 是因为一早就猜到 叛军会先对她心爱的女人动手 看似选你 其实是在护我呢 她走上前 修长的手指抵着我的下巴 以胜利者的姿态嚣张地嘲讽我 宋纪婉 高门贵女又如何 你只是王爷保护我的活靶子 你和你的孩子 都是我的替死鬼 我惊怒地看向谢衡 想听她一句否认 谢衡看我的目光 却冷如冰 我从未爱你 这些年宠着你 只是因为皇兄他们 会用我最心爱的女人做威胁 如应学所说 当年夺楚的路上 需要一个挡刀挡枪的活靶子 她牵起应学的手 为了不让她成为活靶子 所以才娶了你 又假装宠你 大婚之夜的满城明灯 是在告诉所有人 宁王妃很得宁王重视 凡是宫宴我必带你出席 在群臣面前时刻提起你 便是让宫里那些人都知道 伤害你这个王妃 宁王也会痛彻心扉 那些恨我又不敢明着害我的人 就会把刀指向你 他们毒害谋杀 必留下痕迹 我正好抓住把柄 齐王不就是这样败在我手吗 所有的暗算阴谋都聚焦在你身上 而我真正的心爱的硬血 将黯然无恙地为我生下双胞胎 谢恒对自己这番绸缪十分得意 我冷落她 是在保护她 我宠爱你 也是在保护她 我身上那些为谢恒而受的伤 开始剧烈作痛 似在嘲笑我曾经的天真与愚蠢 我撑着上半身 用最后一口气质问 这些年的恩爱时光里 半点真心都没有吗 真心 真心是这世上最廉价 最无用的东西 你的真心在阵眼里 就是个笑话 胸口剧烈的疼痛 我猛地呕出一口黑血 那俩的孩子看我如此狼狈 抓着张应雪的手问 母后 她好可怜 她是谁 张应雪笑得凤冠上的流苏 都乱晃作响 她呀 是被你们父皇和母后 踩在脚底的笑话 那俩的孩子便围着我 指着我嘻嘻哈哈地喊 笑话 笑话 这里有个笑话 一阵刺骨的冷风扶来 我从前世的记忆中抽离 我摸了摸尚未显怀的肚子 这里面是我前世未能出生的孩子 我知道这是个男胎 只要他生下来 就是宁王府的世子 也可以是未来的小太子 抬眼 谢衡依旧被大臣簇拥 而那杯毒酒 依旧静静地摆在我的眼前 一个丫鬟的身影 匆匆忙忙地引入假山中 是他头的毒 我必须抓住他 却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下意识地看向了 阎玺左侧坐着的男人 他似有感应一般 也朝我看来 这时 谢衡朝我招手 让我过去 我笑着点头 起身时 顺手拿起了桌上那杯毒酒 王爷 妾身为你温了酒 谢衡还未阴我 旁边几个大臣 已经抢着拍起马屁 哎哟 王爷与王妃 真是恩爱地让人羡慕啊 谢衡从善如流地搂过我 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和前世一样 只要在人多的地方 他都要刻意地提醒所有人 他爱我这个王妃 这样 暗处那些敌人 更会拿我当目标 本王今夜有些醉了 爱妃为我和 他确实有些微醺 还刻意地当着众人的面 与我撒娇 我笑着道 好啊 我亲手把那杯毒酒 喂进谢衡嘴里 看到他喉结上下滚动 便知酒已入腹 这毒酒是很厉害的 前世 我喝下不过十息之间 就已经腹痛如脚 我看着意气风发的谢衡 暗暗地数着数 十 九 八 三 二 王爷 你怎么了 方才还在说笑的谢衡 脸色猛地煞白下来 酒杯从他手上摔落 他忽然痛苦地紧捂下身 这药 女子喝下 堕胎流产 终身不孕 男子服下 自然是伤他的命根子了 在场的大臣都携带了女眷 见一向端方的宁王 忽然当着众人的面 捂着他的下身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微妙的神情 我假装不知情 还关心地提醒谢衡 王爷 注意一态 谢衡哪还听得近我的话 他扫了桌上的韭菜 翻倒在地 捂着下半身大喊疼 这是众人 才意识到宁王好像中了毒 王爷这是怎么了 我假装震惊 一边上前扶他 一边伸手关心 王爷 你哪里疼 谢衡在我怀里痛得孤勇 吐不出一个完整的字音 我便顺着他的手摸去 是这里疼吗 我猛地用力一抓 隐约地听见 鸡蛋壳被抓碎的清脆声音 谢衡身体猛地一僵 瞪眼看着我 我温柔一笑 关心地问 王爷不必跟妾身害羞 是此处疼吗 我用力地一捏 这下 但彻底地碎在了我的掌心 谢衡惨叫一声 双眼一翻 不省人事了 之后 局面就乱了 谢衡被抬进了内殿 太医很快地就来了 内院也收到了消息 张应雪急匆匆地赶来 他的身形被掩在宽厚的锦衣下 前世是谢衡说 不想让妾室在眼前晃 缴了我与他的夫妻情分 所以张应雪 是不用每日来与我请安的 以至于直到他生下双胞胎 我都不知道他有了身孕 王爷怎么了 王爷怎么会中毒的 你是怎么照顾王爷的 张应雪看见地上还有泄衡的血迹 急得冲我大吼 仿佛他才是 这王府的女主人似的 我吃笑一声 抬手迎面给了他一巴掌 掌心果果脸皮地脆响过后 后院静离顺 张应雪猝不及防地 对我打偏了脸 连头上用来装低调淡雅的 银钗都歪了 他不可置信地转头看我 你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 啊 打你就打你 你也配跟我娃娃乱叫 他话未说完 我照着他的右脸又是一掌 王爷中毒垂危 你一个妾在这里锅躁 扰乱内院人心 不该打吗 我是将门虎女 手巾不小 张应雪直接被我扇趴在地上 他捂着自己的肚子 像一匹愤怒的母狼 阴毒地瞪视着我 宋继婉 你 我身边的女史月一何迟到 放肆 一个不受宠的妾 也敢直呼王妃的名字 张应雪霜也冒出愤怒委屈的泪花 前世 谢恒跟他拿我当活靶子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以至于我到死才发现自己 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 重生后 我很是认真地反省了自己的错处 张应雪的父亲是二品文官 当年也曾做过那些皇子的老师 虽然后来贪末被抄家 但张应雪这种书香门第 养出来的落魄千金 骨子里是有股傲气在的 前世他在王府三年 都是不受宠的状态 以他的清高个性之所以能忍受 其一是因为谢恒给他的承诺 让他心中有底 其二便是我这个王妃太好性子了 即使他这个妾室不受宠 我作为王府主母 也从来不会去为难他 在知道他是谢恒恩师的女儿后 我还同情他身世坎坷 在他嫁进王府时 给足了他良妾入府的体面 他入府后 王府里偶有议论他不受宠的言论 我也及时地制止 便是我太好性子 让他的日子过得太舒心 所以他这样清高浮躁的人 居然也能一路隐忍到谢恒登基为地 让他熬出了头 重来一世 我不要让他知道知道 后宅的女人 若不受宠 就别想有尊严的过日子 只有他急了 才会跟谢恒闹 只有谢恒乱了分寸 我才能尽快地摆脱活靶子的命运 这时 要同跑出来说 不好 王爷吐血了 什么 张应雪慌了神 从地上爬起来 就要往暖阁里冲 让我进去看看王爷 让我进去 我让两个嬷嬷压着他 他恼羞成怒 王爷现在最想见的人一定是我 让我进去见他 我冷笑 即便今夜王爷迷流了 你这样不受宠的妾 也不配见他最后一面 张应雪被我这句话定在了原地 他震惊地看着我 大概是没想到 昨日还是春风话语 一般温柔的宁王妃 怎么忽然变得跋扈歹毒了 我服了服发剂 冷声下令 来人 压着他 他若锅躁吵了王爷 便在打他的嘴 不必留情 两个磨磨中气十足的硬 领王妃命 我转身进了内殿 谢恒已被那剧毒折磨得狼狈不堪 他脸色惨白 嘴唇发紫 双腿一直在颤抖 当部不断地有黑色的淤血渗出 我以为此毒无药可解 毕竟前世 我中此毒后 一直不能彻底地痊愈 以至夜里都要忍受小腹的发寒脚痛 可太医确地配了药来 此毒在三个时辰内服下对症的解毒汤 便可痊愈 我一愣 问 若是三个时辰内没有服下呢 若三个时辰后才服解药 王爷怕事 再不能举了 我浑身一寒 所以前世 我本不至于落得终身不孕 那药为何没有给我及时的服下呢 我记起来了 前世我清醒后 丫鬟说 我中毒昏迷时 是张应雪在照顾我 她入府那日 曾拉着我的手说 姐姐不愧是叫门虎女 一看便知身体健壮 是个好生养的 不思妹妹我这般弱不禁风 所以我中毒小产后 她便故意地看着我被折磨了一夜 才喂下解药 导致我身体大受损伤 再不能生育 而她腹中的双生子地位 自然就更稳固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接过解药 让太医先出去 我来照顾王爷 谢衡宠我 我与她夫妻恩爱 人人都笃定 我不会害她 太医不宜有她 带着人退了出去 等屋里只剩下我的人后 谢衡的下身 又晕出一滩血 那剧毒 是冲着她的命根子来的 我知道这毒的厉害 对于男子而言 仿佛每时每刻 都在承受阉割之行 她痛得浑身抽搐 真可怜啊 张应雪的手段 今世我便用在谢衡身上 我手一清 把解药全倒了 身旁的月异惊 王妃 您这是 我放下碗 欣赏着谢衡的痛苦与狼狈 诞生地问 谢甲卫呢 宋家世代从武 当年嫁入王府 我带的嫁妆里 有一队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 这些人都是在战场上 真刀真枪的 与敌人拼杀的勇士 负伤退居二线 但一身功夫俱载 称谢甲卫 前世我之所以能在 种种暗算里 勉强保住性命 就是谢甲卫暗中 护我一把的功劳 谢衡在朝中 很得文官青睐 但缺武将扶持 他娶了我之后 宋家才选择了他的阵营 而谢甲卫这份嫁妆 也成了宁王府 最重要的守卫势力 旁人看来 我与谢衡无比恩爱 谢甲卫自然也忠心于他 但真到了关键时候 谢甲卫唯一忠诚的主子 只会是我宋纪婉 窗外翻进来一道黑影 黑甲蒙面低谢甲卫行礼 王妃有何吩咐 我起身离了李一秀 主妇 王爷中毒需要休息 你们好生地守着房门 不要让旁人进来 谢甲卫恭敬的英氏 又道 将军请王妃到甲山一叙 将军 我一愣 离了暖阁 便往花园甲山赶去 月色下 那道身影挺拔又可靠 我小跑几步 热泪盈眶地扑上去 哥哥 宋明辰被我的拥抱吓了一跳 他提着我的后颈领子 见我满脸湿泪 觉得新奇 今晚的是把你吓哭了 我不错眼地盯着他的脸庞 听着他熟悉的声音 宋明辰是我的亲哥哥 父亲年老 是他用军功撑起了宋家的门楣 也是他这个靠山 让我在宁王府站稳了脚跟 上一世 他总让我醒着神 别沉醉于谢衡的柔情蜜语之中 可谢衡算得那么深 我到底是被他骗了 我并不知道 前是我死后宋家的结局 谢衡拿我当替死鬼 那宋家是不是也被他过河拆桥 吐死狗烹了呢 我的爹娘和兄长得到善终了吗 答案大概是悲观的 一想到这些 我的眼泪如绝地一般 我是不爱哭的 小时候从树上摔下去 磕得头破血流 我都没掉过一滴泪 宋明辰知道我胆子大 今晚的事到底没有伤到我 因此他原本还想调侃几句 但将我真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也严肃起来 抬手为我擦拭眼泪 柔声的哄 别怕 哥哥在这儿 你如今怀着身孕 不能哭 我定定地盯着我的兄长 如今只有我看破了 谢衡温柔表象下的算计 宋家全族还都以为宁王宠爱我 而效忠于宁王府 哥哥是指挥保家卫国的纯臣 可谢衡这样的人 根本不值得效忠 哥 我没有害怕 我止住了哭声 点起脚够不到他的耳朵 只好朝他招了招手 他便弯下腰 我在他耳边道 我做了个梦 梦里 谢衡登基为帝 我们宋家却落入兔死狗篷的下场 哥哥仔细想想 这历朝历代 有哪位开国全臣 能不受皇帝猜忌 宋明辰有些讶异地看着我 我坠坠不安 哥 我真正地怕的是这个 旁人若听了我这番话 必会以为我是运中多思 竟把梦境当真 哥哥却认真的听完了我的话 我与他 有着血缘上的心灵相通 他能理解我的恐惧 也知道 我不是在玩笑 一道挣扎的声音 传进我耳朵 我这才注意到 两个谢甲卫 压着一个嘴里塞着不调的丫鬟 便是这丫鬟投毒 宋明辰说 酒宴上你看我那一眼 我便知你有事求助 顺着你的目光 往假山处看去 这丫头身影可疑 让他勤了来 有你处置 我看了一眼那丫鬟 让谢甲卫把不调给他松了 那丫鬟嘴一空 立刻喊冤 王妃 奴婢犯了什么错 你当着我的面 给我倒毒酒 但我没看见 那丫鬟见脚变不成 大声道 王妃早就知道 那是杯毒酒 可你居然把这杯毒酒 换给了宁王喝 其王只想让宁王痛失所爱 而王妃你 却是真想要宁王的命 我冷笑 痛失所爱 好一个痛失所爱 本宫的命 可比宁王金贵多了 那丫鬟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种话 你就不怕 我去宁王殿下面前 反咬你一口 我走上前 掐住这丫鬟的下巴 死人 是没有命去告状的 我手中藏的刀片 抵在丫鬟的脖梗上时 他才慌了 不 不不 你不敢杀我 你难道不想要我的供词吗 等你死了 什么供词我要不到啊 我一刀割了他的喉 那丫鬟浑身一领 他瞪大了眼睛 眼白在黑暗中格外骇人 在他的身体软倒之前 我抓着他的手 沾了沾他脖梗上喷涌的血 在早就准备好的 一份供词上盖了印 那丫鬟摔倒在地 抽出了一会儿就没动静了 谢甲卫的领头忍不住问 王妃为何不严行拷打 让他亲口供认 齐王是投毒的主谋 他赶来投毒 就知道是个撬不开嘴的死士 与其费心思地拷打 不如直接把他的罪名坐实了 宋明辰抓过我的手 替我擦拭掌心的血迹 你何须亲自动手 万事有哥哥在 他眸光坚定地看着我 别怕 我不会让梦境成真 我笑了笑 哥哥 这只是道开胃小菜 我望向谢衡的请殿 以后我要杀的人 还多着呢 天亮时 我才许太医进来复诊 太医一看 谢衡那死白的脸色 乌子的嘴唇 还有彻底的扁了的裤裆 吓得连忙去摸他的脉搏 摸来摸去 他小心翼翼地抬头问我 王妃 为何王爷体内的毒 没有丝毫缓解 还有加重之相 我反问他 这得问太医你呀 昨夜你开的药 本宫可是亲自 为王爷喝下了 可看着卖相 太医为难地说 王爷似乎没有 服药的迹象啊 太医难不成是想说 本宫没有给王爷喂药 我丝毫不心虚地 只是太医的眼睛 谁不知本宫与王爷恩爱 王爷宠爱本宫 本宫自然也爱宠他 若有解药 难道本宫还能不给他吃吗 李太医 污蔑王妃 罪名可不小 微臣 微臣不敢 其可能就是未来的太子妃 更是准皇后 我素来温和待人 但不代表身上没有威严 太医战战兢兢 王妃息怒 只是微臣 微臣确实没从王爷的脉搏里 看出用药的迹象啊 那便是太医你医术的问题了 我理所当然地说 昨夜的药开得不够好 所幸王爷如今还有一口气在 你还不抓紧王羊补牢 难道要等王爷真断了气 皇上来诛你的九族吗 王妃 王妃饶命 我一笑 太医好好地王爷解读 昨夜你开药失误之事 本宫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自然 太医也该管好自己的嘴 若你说错的话 须知本宫独战王爷宠爱 什么事都不会有 而你就得担心自己的向上人头了 微臣明白 微臣明白 谢衡于我是朝野上下 乃至整个越国都得承认的恩爱不疑 太医怀疑自己的医术 都不敢怀疑到 我对谢衡有二心 他急忙重新开药 还加重了解药的剂量 那要最后是他亲眼看着 药同服侍谢衡服下 要下肚后 谢衡的脸色明显的有所缓和 嘴唇也慢慢地恢复谢色 但这解药 持了三个时辰 谢衡的子子孙孙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他如今为二的血脉 在我和张应雪的肚子里 将近中午时 暖阁内店的店门才开了 张应雪还站在外面 他的嘴上有红肿的痕迹 是昨夜在店外大声地嚷嚷 对我的嬷嬷打的 他见我出来 愿毒地挖了我一眼 却暂时顾不上我 直奔店内去看谢衡的病情 谢衡这时恰好也醒了 王爷 王爷 张应雪哭得梨花带雨 娇声地唤着谢衡 刚刚苏醒的谢衡忘了做戏 伸出手失去了张应雪的眼泪 我站在屏风旁静静地看着 真是好一对恩爱的狗男女 谢衡服了两日药 人才恢复了点精神 他得知自己的酒里被投毒 伤了命根 本就恼怒 张应雪还在他耳边诉苦 说起那晚他中毒昏迷时 我是如何为难他的 就算是投毒 又怎么敢明目张胆地冲着王爷你来呢 我听前院的丫鬟说 那杯酒是王妃亲手端给王爷的 他说这话的语气十分微妙 谢衡经他提醒 也想起中毒昏迷前他当下的剧痛 王妃 你是不是该解释解释 王爷如今是要怀疑我吗 你宁愿听张应雪的话 也不愿意相信我 我做出伤心的模样 此刻谢衡还要作戏宠我 他果然上前牵住我的手 今晚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只是 他大概还记得被我捏碎的痛苦 我泪眼婆娑 王爷宠爱妾身 妾身难道会害王爷你吗 那晚王爷中毒 妾身也慌了 难免手忙脚乱 弄疼了王爷 投毒的丫鬟已经被我抓到了 这是他自尽前的供词 上面招认了 是齐王指使他来投毒 一听有证据 谢衡眼里对我的猜忌阴霾请客消散 他拿过供词细看 这份供词 足可以再让齐王吃一壶了 那杯酒本是冲着我来的 因差阳错去害了王爷 都是妾身不好 早知道 那毒酒就该我来喝 王妃 别胡说 你又怎能预知酒里有毒 谢衡搂住我道 你腹中还有孩子 本王只庆幸 幸好这毒酒被我误喝了 否则只怕孩子都难保全了 他断了命根 演技却一如既往的好 对我说这些话时 含情默默 看不出一丝虚伪 可前世 我被毒酒堕胎流产时 谢衡却在后院 亲手为张应雪喝安胎药 哄着他说 你安心地养胎 今日这毒酒幸好没伤到你 王爷 如今我才明白 您冷落我的苦心 张应雪扶着肚子 靠近谢衡怀里 后怕又幸灾乐祸 今夜 她的孩子做我的孩子的 替死鬼了 王妃是挡在我身前的活靶子 活靶子也活不了多久 我就不跟她争这些表面宠爱了 可这一世 谢衡才是我的活靶子 我当着张应雪的面 靠近谢衡怀里 娇柔地与她撒娇 我就知道 王爷最心疼我和孩子 张应雪咬着牙看我 袖中的手早已钻成拳头 当晚 月一就来禀报 说张应雪在后院 跟谢衡闹起来了 你知道那晚 她是如何刁难我的吗 烛火下 张应雪撒起泼来 王爷口口声声地说 心里只有我 却纵容宋记婉那般羞辱我 事后王爷不仅不追究 还与她恩爱如初 那我算什么 我腹中的孩子又算什么 小点声 谢衡被她吵得头疼 低吼了一声 你是想让整个王府都知道 你腹中也有身孕吗 知道便知道了 我巴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张应雪 才是宁王真正的欣赏人 我腹中的孩子 才是宁王 绝位真正的继承人 凭什么宋记婉能母瓶子贵 我却只能预居后院 遭人欺凌 谁会欺凌你 这王府在记婉手上 一向管得很好 即便明面上你不受宠 又有谁敢轻慢你 谢衡下意识地 用这些事实为我辩解 我中毒那一晚 记婉说了 她是关心则乱 让你不要计较 你如今在这儿挖挖乱叫 实在失了风范 张应雪眼中含泪 你竟这样夸她 偏袒她 谢衡拟眉 我与你说得很清楚 现在夺敌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齐王为了打压我 什么暗算手段都用上了 你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我不宠你冷落你 都是对你的保护 宋记婉现在受尽恩宠又如何 到了关键时候 她就是你我的活靶子 鸣枪暗箭 只会冲着她一个人去 你只要低调行事 后头有的是体面的好日子 若是之前 张应雪还能听见这番道理 可这一遭过后 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而齐王暗算的毒酒 也没有进宋记婉的口 上一世 她是亲眼目睹宋记婉被投毒后 才担心去居后院 忍辱负重 她盯着谢衡 听她字字句句都在偏袒宋记婉 只觉得恼恨 这算什么活靶子 分明是什么好处 都让宋记婉战了 她冲上前抱住谢衡 王爷 你今夜不要走 谢衡耐着性子 苦口婆心地解释 我不能宠你 张应雪便哭 我腹中的孩子也想爹爹了 就这一晚 好不好 太医说了 我这副中是双生子 两个孩子一个我 还留不住王爷的心吗 谢衡被太医私下告知 或能用药再行人事 但是女子怀孕的本事 她是彻底的没有了 也就是说 张应雪腹中的双生子 和宋记婉的孩子 是她唯一的血脉了 若是之前 谢衡不会轻易地松口 但现在 她竟也心软 转身回抱住了张应雪 你听话些 宋记婉迟早是你当皇后的铺路时 张应雪乖巧地点头 紧紧地抱着谢衡 与她难舍难分 当晚 整个王府都知道 王爷时隔半年 宠幸了后院那位小妾张氏 第二日一早 谢衡拿着那份供词进宫 去找皇帝告状 张应雪竟主动地来与我请安 她设下了之前 用来假装塑剪的衣裳 穿着苏绣的锦袍 带着金香玉的拆环 来我面前 懒洋洋地行礼一礼 给王妃请安 她行礼时 只是轻轻地一抚身 便直起腰背 笑着道 王妃见谅 王爷昨夜与妾身缠绵到后半夜 妾身今早实在有些体力难支了 我悠闲地下了一口茶水 诞生道 看来王爷昨晚很是疼你 恭喜妹妹赴宠了 张应雪得意地勾起嘴角 她眼神挑衅 是在跟我宣战 她不知道 她越是沉不住气 去争谢衡的宠爱 我这个火把子就越安全 一直到傍晚 谢衡才从宫里回来 当天夜里 宫里下令 削了齐王在皇城的禁卫军兵权 作为他毒害兄弟的惩罚 皇帝年老病重 这份兵权自然要移交给自己的儿子 齐王受罚 谢衡这个宁王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谢衡阵营里 真正的懂得 驾驭武将的人只有我哥哥 于是 这禁卫军兵权 便辗转到了我哥手中 哥哥为了谢恩 特意地来王府看我 还为谢衡带了一位百年的肉葱容 微臣听闻殿下被毒伤了身体 特意从西域寻来此药 此药每晚睡前熬至服下 能让殿下您重振雄风 谢衡听了 眉宇一展 果真 宋明臣道 殿下是小妹的夫君 殿下好 微臣的小妹才能好 这药自然是最上等的良药 谢衡大喜 明臣 你果然是本王最好的兄弟 你放心 他日大夜一成 你小妹是无人可憾的皇后 而宋家 将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功臣 宋明臣道 多谢王爷 他恭敬地垂下的眼眸里 藏着深沉的冷意 哥哥在王府待了一下午 他们在书房议事 张应学躲在书房的竹林里 将谢衡的话全听了进去 他脸色苍白 扶着肚子摇摇欲坠 皇后 他还真想让宋今晚当皇后吗 那我算什么 傍晚时 月一来向我禀报 王妃 奴婢已按您的意思 特意放出口风 说王爷与宋将军在书房谈论家事 那张事果然借着宋糕点的名义 在外偷听 我拨弄着手中的香粉 让他听吧 听得越多 他就越急 这人只要一急呀 就容易做些犯蠢的事 掐算时间 前世那场马车事故 就在三日后 长公主生辰 在公主府设宴 公主府的请帖 送到宁王府时 而我 特意地在这个时间 回了一趟宋家抗爹娘 这请帖 正好就被张应雪接下了 等太监说明来意 张应雪问 只能王妃去 我去不成吗 太监说 此等皇室大宴 只有宗亲正妻有资格出席 还请张娘子自重 按理说 您的身份都没资格来前厅 接这份请帖的 只是今日王爷 王妃不巧都不在家 这才将请帖暂时给您 还请张娘子 务必将请帖 转交给宁王妃 奴才告退 公主府的太监走后 张应雪才低声地反驳道 什么正妻 我才是王爷心里 唯一的正妻 她身边的丫鬟说 娘子 王妃今日中午便会回王府 这请帖 也好转交给她 刚刚那个太监 看我的眼神 就像在看一个低等的妾 可我才是王爷的欣赏人 张应雪握着请帖 看着上面的王妃二子 心头冒火 所有人都知道 谢衡最爱宁王妃 所有人都高看 那个女人一眼 那我算什么 这样的场合 凭什么只有她能去出风头 她下定某种决心 叫来贴身丫鬟 去把我最华丽的衣裳 与首饰拿出来 长公主的生日宴 我要惊艳四座 让所有人都知道 宁王府的女主人 不是什么王妃 而是我 丫鬟迟疑道 娘子 这不合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张应雪抬手扇了丫鬟 一巴掌 是瞧着我不得宠 连你一个奴才 也敢来跟我说规矩 奴婢之错 奴婢 奴婢 这就去办 丫鬟哭着退了下去 当天傍晚 我回府时 特意地问了 今日可有什么情帖邀约 周遭下人都不敢回话 我记得 长公主的生辰快到了 没有宴会情帖吗 坐在一旁的张应雪 神情有些不自然 但她没有露线 反倒说 长公主与驸马素来恩爱 也是个痴情种 她不邀请姐姐你 说明她不喜欢你 虽然人人都说 王爷最宠爱姐姐 可长公主可看得透彻着呢 她这是明里暗里的 在暗讽谢恒真正的心上人 是她不是我 看她挺腰抬脸的自得模样 我倾笑出声 并不反驳 也没有再多问 三日后 公主府热闹非凡 王室宗亲能来的都来了 就算男人们来不了 贵妇们也一定携带后礼 上门道贺 宁王府宁王妃道 四乘马车停在公主府府门口 众人都忘了过来 得益于谢恒对我的毒宠 宁王妃到哪里都是焦点 自然王室宗亲也都认得我 众人本想看看宁王妃 今日又带了宁王宋的 什么西奇珍宝来 却见马车上下来的 是一张生面孔 张应雪穿戴华丽 一身金色锦袍 头戴一朵纯金牡丹 这衣着架势 直接把过生日的常公主 都压了一头 常公主原本笑意盈盈 见到张应雪 如此喧宾夺主的打扮 脸上的笑立刻淡了下来 今日毕竟是喜事 公主忍着没有过多计较 但她也不会给一个 不实大体的妾留脸面 她上前贴脸问 今晚呢 今日她怎么没来 本宫的请帖 请的是宁王与宁王妃 宁王忙于朝政也罢了 王妃怎么不来呢 张应雪仗着自己是谢恒真爱 自视甚高 净热络地牵起常公主的手说 公主 妾身来也是一样的 公主看了一眼她的手 冷声地问 你是王府的什么人 之前从未见过 妾身是宁王殿下唯一的良妾 周围人一听 都开始议论 就是宁王前段时间 娶回府的小妾 听说这个张氏的母家 可是犯了重罪 王爷可怜她才收她做妾 一个妾室 今日居然跑到 公主府的大宴上来了 成什么规矩 宁王最宠爱宁王妃 今日这等场合 于情于理都该是王妃来才是啊 是啊 难道王妃失宠了 张应雪将这些议论都听在耳边 她挺起腰背 抬起脸道 今日是王爷让我代表宁王府 来贺公主生辰之乐 周围人又是一片喧哗 这小妾竟能把王妃的宠爱分了去 妾室能来这等宴会 看来她在王府的地位 不比王妃低 都说宁王最爱宁王妃 现在看来 这个妾室恐怕是新宠 王妃要一场冷落滋味了 旁人这种以她为中心焦点的讨论 她被抄家 被困在后院 又被我刻意地刁难过一回 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她太需要这种万人瞩目的场合 来找回自己的体面与尊严 常公主抽走了被她握着的手 张应雪察觉到 常公主看她的眼神微妙 她好歹也曾是大家闺秀 当然知道 今日的所作所为不合理数 但那又怎么样 她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才是宁王真正的宠妃 这皇亲贵族圈子里的风光与体面 她张应雪也要分一分走 不管旁人如何看她 她底气十足地踏入了公主府 宁王爱她 她腹中还有双生子 光是这两样筹码 足够她嚣张好几回了 宴会结束时 已是午后 宁王府的马车 大摇大摆地从皇城大街走过 惹来不少百姓的艳羡侧目 不少人都一口同声地感叹 宁王妃真受宠啊 张应雪听了 便特意地掀起马车的帘子 让所有人看看 坐在这辆四圣华丽马车的人是她 张应雪身边的丫鬟也被指派了任务 他们四处同人说 这马车里坐的是宁王殿下的爱妾张娘子 不是什么宁王妃 如此走了一圈 张应雪在皇城彻底地出名 有人拿张家的旧案讥讽 但更多的人却说宁王妃失事 宁王这是要宠妻灭妻了 张应雪沉浸在这等被众人捧起来的快乐之中 她的贴身丫鬟却有些不安 娘子 今日这一切都是瞒着王爷做的 王爷知道了 怕是要发怒 这几日 何城在闹饥谎 谢恒在宫中被朝政缠身 都是大半夜才从宫里回府 在朝政面前 内宅这些琐事的消息难免会滞后写 张应雪猜得到谢恒知道后会耍些脾气 他摸着还未显怀的肚子 不以为然 王爷就算跟我生气 也不会针对我如何 毕竟我这副中 可有宁王府最宝贵的双生血脉 话音刚落 马车猛的一顿 张应雪整个人被吸在马车背上 他正要怒斥车夫 忽然马儿思鸣一声 拉着马车横冲直撞 张应雪的身体被甩得七歪八道 砰的一声 正好付不着地 啊 我的肚子 他惨叫起来 然而马车里的颠簸还未停下 从外面看 四胜马车的马儿 全部受惊一般往不同方向狂奔 导致整个马车都处在一种 撕扯的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中 又不断地冲向附近的商贩摊子和房子 外头的侍卫和丫鬟不知所措 看着马车被发狂的马匹 拖拽着四处碰撞 最后乍然闷响两声 马车左侧的两只轮子竟然直接掉落 整个马车倾斜着轰然倒在地上 溅起灰尘一片 啊 有丫鬟尖叫起来 娘子 快去救娘子 他怀着王爷的孩子 众人猛地反应过来 这时发狂的马匹已经跑远 侍卫赶过去追 几个丫鬟冲上前掀开轿帘 只见方才还风光无限的张娘子 此刻发气松散浑身狼狈 以一种扭曲的姿态倒在马车内部 他腹部以下的一群 已经被血染透了 皇宫御书房 太监急匆匆地冲进来 皇上 出事了 老皇帝咳嗽两声 出神妖试了 慌慌张张的 宁王府的马车在街上被撞翻了 一直低头处理各地事务的谢衡猛地抬头 你说什么 太监说 今日是长公主的生辰 公主府设宴 宁王府也出席了宴会 没想到在回城途中 马儿忽然发狂 带着马车横冲直撞 那马车都被撞烂了 谢衡只是拧了拧眉 那王妃如何了 他默认 能去公主府府这等大宴的 只会是正妻宋继婉 那小太监的思路也被他带着走 回话说 听说王妃伤得很重 孩子 孩子怕事不好 谢衡猛地起身 若是从前 宋继婉的孩子没了也就没了 可如今 他的命根子废了 死了一个孩子 就等于断了一根血脉 谢衡难免心痛 皇帝年老了 听不得这样的事 一受刺激又咳了起来 谢衡倒还记得给父皇倒一杯茶水 你快回府看看吧 皇帝看着都比他急切些 谢衡恭恭敬敬地行礼后 这才往宫外走去 他虽有匆忙之色 但并没有失了风度以态 想必又是齐王府的报复 幸好 马车上坐着的一定是宋继婉这些正妻 幸好 留掉的孩子是宋继婉腹中的 他虽可惜 却不觉得多心痛 毕竟张应雪腹中 可有一对双生子 宋继婉摔下马车流产 只要查到一丝证据 又给了他一个打压齐王的好机会 他这样想着 不慌不忙地赶回王府 还未入府门 却见宋家的马车正缓缓地驶来 在谢衡疑惑的目光中 马车停稳 我提着裙摆 悠悠然地从马车上下来 谢衡一下愣住了 王妃 你 你怎么 王爷 我朝他行李一礼 谢衡打量着我 我不仅安然无恙 毫发无损 还可说是春风满面 你 你没事 我笑着看着谢衡 王爷以为 我会出什么事 谢衡震惊 那从马车上翻下来流产的人是谁 我眼底喊着讽刺的笑意 故作吃惊 什么 张妹妹怀孕了 天哪 我那可怜的张妹妹啊 她收了公主府的请帖 自己去赴宴 没想到回来途中 竟遇到这等事 我话还没说完呢 谢衡已经把腿冲进了王府内 我看着她的身影 摸着肚子里安稳康健的孩子 冷冷的一笑 我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 其王就是我手上最好的杀人刀 后院 四五个丫鬟 端着一盆又一盆血水 神色匆忙地走出来 凑近张应雪的卧房 能闻到扑鼻的血腥味 也能听到她的惨叫与哀嚎 好疼 王爷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啊 疼死我了呀 三四的太医在一旁诊断 他们极力地救治 却都明确地给了一个事实 孩子一定是保不住了 半个时辰后 两团血肉从张应雪的身体里 被太医取了出来 果真是双胞胎 谢衡身形一晃 苍白的脸上忽然僵硬猙獰的笑了一下 进而整张脸哭丧下去 竟然真是龙凤胎 我的孩子 我的两个孩子 她跌坐在地上 失态地痛哭出声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谢衡 前世我的孩子流产时 你只为他掉了一滴泪 之后 便去后院为张应雪喝安胎药了 痛吗 痛就对了 可比起我前世所遭受的苦难 眼前这一切 还远远不够 整座王府都陷在双胞胎流产的阴霾中 张应雪失了两个孩子 身体也大受损伤 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才攒出下床走路的力气 这一个多月 谢衡发了疯一样地去查 是谁在马车上动的手脚 前世我从马车上摔下 他是一点不急 还有心思去后院 听龙凤胎的胎动 但这次 暗处下手的人 藏得极好 谢衡查不到凶手 又失了两个孩子 整个人身上都是低气压 一触就怒 这日雨天 谢衡的人忽然传话过来 要我去一趟暖阁 我刚踏入暖阁内 伤病未愈 病容憔悴的张应雪 就指着我骂 当日去复宴的 本该是王妃你 你早就知道 马车会出事是不是 张妹妹 你怕是病糊涂了吧 我无辜地反问 长公主每年都半生尘宴 我的确记着这件事 所以那日 我还特意地问了妹妹 是不是有什么请帖邀约 是妹妹你自己说的没有啊 你还说 长公主就算要请 也不会请我去 这话都被你忘了不成 我善意地提醒她 你忘了也没关系 当日府内不少奴仆都听见了 要请他们来作证吗 张应雪恶狠狠地瞪着我 却说不出一句反驳来 我不不紧逼 那日你去赴宴 不仅在穿戴上 压了公主这个寿星的风头 还招摇过世 现在街上人人都传网 也最宠爱的是你这个张良妾呢 张应雪咬牙切齿 宋纪婉 你分明是故意的 我的两个孩子都没了 都没了 你的孩子就是唯一的小柿子了 她忽然盯着 我已经显怀的肚子 冲上来要扑倒我 丫鬟和嬷嬷及时地拦住了她 张应雪本就虚弱 还没碰到 我就自己摔在地上 够了 谢衡起身 却没有去扶张应雪 而是指责她 你还嫌事情不够糟吗 王爷 是王妃故意的 公主抚送情帖的那天 她怎么那么巧就不在府上 她分明是别有居心 出事的本来不该是我呀 当日那份情帖 是你劫走的 宴会也是你瞒着我们去的 你出尽风头 被人枪打出头鸟了 知不知道 二谢衡怒吼起来 她原本计划得好好的 一切都在掌控中 如今却全部毁在张应雪 这个虚荣肤浅的女人身上 她失去了一对龙凤胎 这是最让她痛心的代价 我假装受惊 俯着肚子 做出不安的模样 谢衡立时紧张起我来 王妃 你可千万别动了胎气 她已经无法再有新的孩子 我腹中这一胎 是她唯一的血脉了 若我在出世 谢衡是真的会发疯 要知道 一个合格的储君 不仅要求有才干的民心 还要有最基础的 繁衍子嗣的能力 我腹中的孩子若在出世 谢衡就彻底的段子绝孙了 这历朝历代 就没有哪个皇帝 会把一个绝后的皇子 立为皇太子 王爷 张妹妹情绪如此激动 她不去怪暗算她的人 却来责怪我 当日没有阻止她去宴会 臣妾惶恐 怕她如此偏激 会对我们的孩子 做些失了理智的事 宋继婉 你这贱人 你装什么 张应雪还想朝我扑过来 这一次 谢衡却一脚踹开了她 够了 你要是赶伤了王妃腹中的孩子 本王将你千刀万剐 龙凤胎美了 谢衡对张应雪的态度 张应雪直接被踹翻在地上 挣扎了许久 才狼狈地爬起来 从今日开始 毁你的血暖阁闭门思过 好好养地你的病去吧 张应雪哭着质问 王爷 你敬畏了她 如此对我 谢衡满脸冷漠 她为了保护张应雪 耳提面命地要她沉得住气 什么好话大道理都说尽了 要她耐得住寂寞 在后院安心地养胎 自然有荣华富贵 等着她和孩子 可这个女人却贪图虚荣 浮躁不受训 非要去出风头 现在整个皇城都知道 宁王宠妾灭妻 宋纪婉这个活靶子 已经形同虚设 暗地的人若再要动手 一定是冲着张应雪来的 她这颗棋子 算是彻底地废了 她野心勃勃地 要谋夺皇位 罪厌恨蠢人 从前她对张应雪 是真有几分喜爱 如今这份喜爱 也随着那对龙凤胎的小铲 而消耗殆尽了 她对张应雪极言利瑟 转过头 却温柔地哄我 让我安心地养胎 非必要不可出门 男人变心 就在这么瞬息之间 可恨我前世 没能看清这层真相 不论张应雪如何哭闹 谢衡都不想再看见她 她被几个嬷嬷 半喇半拽地 带出了暖阁 现在她腹中没有孩子 又彻底地失宠 自然没有人再给她任何脸面 下手可不清 我靠近谢衡怀里 看着张应雪被拖拽下去 我朝她露出一抹得逞的笑 张应雪浑身一喊 恍然大悟 她痛骂道 宋纪婉 你害我 你是故意的 你在借刀杀人 你这贱人 王爷 我柔弱地依微进谢衡怀里 张妹妹怕是疯了 我好害怕 谢衡抱紧了我 安慰说 别怕 本王不会让那个蠢货伤害你 在孩子顺利地诞下前 谢衡一定会保我平安 她待我比之前更好 同一时间 出征的哥哥在前线 右立下赫赫军功 谢衡看我的目光越加欣赏 我知道 我如今成了她眼里最宝贵 最有价值的一颗棋子 皇帝的病越来越严重 谢衡这几日 被张应雪的事 耗得心力焦脆 加之他先前中毒的后遗症 想进宫市集 都以力不从心 齐王便钻了这个空子 自请进宫市集一个月 见面三分情 皇帝顾念父子之情 原谅了齐王先前的种种错处 解了他的禁令 齐王府重新得势 近几日 皇城开始疯传宋家功高盖主 宋明臣战功显赫 可为人君之选 谣言歹毒 是冲着宋家来的 谢衡却不怎么在意 这些谣言 不会真威胁到宁王府的利益 还能成为 他日后登机清算宋家的证据 我急得焦头烂额 私下修书给兄长 要他小心谣言歹毒 伤人的往往是那 数万条五股舌头 哥哥回信道 小妹 如今看来 你那场梦都是真的 宁王坐享宋家的军功 还妄图让我宋家 做他的活靶子 把别人当活靶子的人 最终自己会死于万箭穿心 小妹 你且看着 哥哥凯旋之日 我与谢衡亲自去城门口迎接 哥哥看了我一眼 当着百姓和全军的面 朝谢衡行恭敬完整的臣子之礼 这自然是在告诉所有人 他宋家在如何得势 都只是纯臣 他的军功 是默认记在宁王身上的 最终受益者 也只会是宁王这个人 哥哥这一跪 一日之间扭转了皇城的谣言风向 宁王把他当活靶子 他这一跪 这活靶子 直接成了宁王自己 与此同时 皇帝再次吐血陷入昏迷 齐王急了 谢衡如此得势 再缠斗下去 齐王府也没有多少胜算 之前那些手段 全冲着谢衡身边人去 也没见谢衡如何 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齐王一咬牙 这次本王直接要谢衡的命 依皇帝昏迷的第三日 齐王假传圣旨 说宁王府功高盖主有谋逆之心 竟直接起兵包围宁王府 宋家早有戒备 两军对峙 一夜之间 皇城乱了 这场兵变 竟比前世提前了两年 宁王府在谢衡卫的保护下 原本十分安全 后院的小门 却前进一队叛军 出其不意 直冲我的袖衣格而来 领头带路的 竟是张应雪 你们不是要杀宁王妃吗 他就是杀了他 杀了他腹中的孩子 宁王府就绝后了 我护着肚子 张应雪 你疯了 我是疯了 张应雪凑到我眼前 很狠道 等你被这群叛军先奸后杀时 你也会疯的 大家一起疯 不好吗 我冷笑 你以为 这群叛军会放过你吗 话音刚落 张应雪的脖子上 就架上了叛军的刀 张应雪大惊 你们做什么 是我给你们带路 才绕开谢甲卫 你们赶过河拆桥 那叛军头子道 齐王妃被宁王害得流产 没过多久郁郁而终 王爷说了 今夜这场造反 不仅为皇位 更为了他的爱妻报仇 宁王造的孽 就让他最心爱的两个女人 来承受报应吧 把这两个女人 押去悬崖边 悬崖的牙峰冰冷枕人 我和张应雪 被叛军劫持在悬崖边 刀架在脖子上 悬崖上 可以看见皇城乱作一团 火光乍现 谢衡带兵赶来 王爷 王妃和你的爱妾 只有一个能活 叛军威胁道 你选一个吧 这一幕让我想起前世 几乎一样的境遇下 谢衡毫不犹豫地选了我 那时我还未来得及感动 就被劫匪一刀捅穿了胸口 依此时此刻 谢衡的目光看向了我 开口道 放了应雪 依张应雪衣 王爷 他喜极而泣 我就知道 你心里只有我 我就知道我 绝他话还未说完 忽然胸口一凉 低头一看 叛军的刀 已经捅进了他的胸口 齐王殿下说了 宁王选谁 就先杀谁 他要让宁王永世所爱 张应雪张着嘴 一个字音都发不出来 血从他口中流出 他倒地时 谢贾卫和宋家宾一起发力 射杀了挟持我的叛军 我顺利地脱衔 谢衡上前一把 将我搂进怀里 再三确认 孩子没事吧 孩子没事吧 我没事 王爷 我诞生的婴 孩子自然也没事 没事就好 谢衡大松一口气 将我搂进怀里 张应雪倒在地上 眼睛向上看着谢衡与我相拥 那把刀没有刺中他的心脏 剧痛之下 他反倒被刺激出了 一段模糊的记忆 记忆里 同样被挟持 同样的二选一 谢衡毫不犹豫地选择的人 却是宋纪婉 不对 这一切都不对 张应雪挣扎着爬起来 今晚这一切都不对 该被选的人不是他 该被捅一刀的人也不是他 他看到谢衡抱着宋纪婉 与他主动地解释 我知道齐王的手段 我选谁谁反而危险 所以我故意选了张应雪 纪婉 张应雪只是你的活靶子而已 今夜大局已定 但你生下皇子 你就是唯一的皇后 张应雪双眼圆争 不 错了 都错了 这些话 明明是谢衡对她说的 宋纪婉才是那个活靶子 皇后之位 应该是他张应雪的 错了 一切都错了 他想喊出什么 但重伤之下 吐出来的只有血沫 没有一个完整的字音 我瞧见他狼狈地在地上挣扎 眼中全是愤恨与不甘 便故意说 王爷 张妹妹似乎有话要说 谢衡嫌恶地看了他一眼 搂着我的肩膀道 不必管他死活 我们走 齐王惨败于今夜 却没有给谢衡羞辱他的机会 被发现时 齐王已经在齐王妃幕前自吻而死 皇帝苏醒 弥留之际 将皇位交给了谢衡 谢衡顺利地登基为帝 而我也成了他名正言顺的皇后 他登基那日 封宋明臣为镇国大将军 居于武将之首 我知道 这是他惯用的捧杀手段 等过几年 他的皇位稳固后 宋家就会如前世我的结局那般 被过河拆桥 吐死狗烹 他登基的第二个月 我顺利地产下一位小皇子 谢衡龙兴大跃 当即封他为太子 这毕竟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了 封太子那天 大赦天下 留着一条命苟延残喘的张应学 跑出了冷宫 他美貌不在 因为胸前的剑伤没有养好 只能勾搂着背 他跑到御书房外 指着我与强包里的皇子 吏声地大喊 只有我能为皇上 生下太子和公主 你的这个剑种 只是我那两个孩子的替死鬼 根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宋纪婉 你一开始就在算计我 算计皇上 你原本哪有当皇后 生太子的好命 是你抢了我的好命 他大喊大叫 疯癫无状 很快地被侍卫压住了双手双脚 跪在了冷硬的地上 我将孩子交给乳娘 上前掐着张应学的下巴 若不是你蠢 我还真没有这等做 一国之母的好命 其实谢恒一开始是真的很爱你 他把你冷落在后院 是在保护你 他宠我也只是为了 让我做你的活靶子 可你们打的这把算盘 我也一清二楚 张应学是你蠢啊 他中毒那一晚 我就是故意羞辱你 让你跳脚极度 公主府的情帖 也是我故意让你劫走的 因为我早就知道 傅宴回来的路上 马车会被齐王的人动手脚 齐王谋反那晚 你引进来的叛军 其实也是我故意让你得逞的 张应学瞪大了眼睛 你 你说什么 不然你以为 那群人怎么能绕过宋家军和谢甲卫 直接攻到秀一格的 我故意的 我就是要让你尝一尝 前世我遭受一切 那前世 所以我脑海里那段记忆 都是真的 人真的有前世吗 张应学忽然大笑起来 宋继婉 我原以为你有多聪明 你赢我赢得如此轻松 原来不过是比我多活了一世 这一世我败了又如何 前世登临后卫 而女双全的人是我 我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你这贱人 死了一回才学聪明 你赢了我也不服 我也不恼怒 只反问一句 那么你猜 为何你不会有前世的记忆呢 我是死了 才重生到这里的 张应学 你前世那么得意 为何也重生了 莫非你的皇后 没做多久也死了 张应学被我提醒一般 她忽然面露痛苦 头痛欲裂 前世的记忆 完整又清晰地浮现出来 宋纪丸死后 谢衡还想隐瞒 宋纪丸的死讯 用圣旨削宋家兵权 没想到远在边境的宋明晨 早已得到了消息 他接圣旨的那一天 斩杀来使 火烧圣旨 起兵谋反 长驱直入 攻打皇城 谢衡刚坐稳皇位 权力不稳 被宋家军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 宋家军攻陷了整座皇宫 谢衡和张应学 被宋明晨压到了我的墓前 下跪谢罪 啊啊啊 张应学忽然挣脱了侍卫的扣押 他惊恐地捂住自己的脖子 你哥哥造反 你哥哥在你的墓前 砍断了我和谢衡的头 啊啊啊呀 救命 救命 我瞳孔一震 原来前世 宋家是这等结局 我死后 一向守纯臣之道的宋家 没有坐以待毙 哥哥这样刚正不阿的人 竟为我谋反 杀了狗皇帝和妖后 为我报了仇 杀了这个疯婆子 谢衡不知何时从御书房出来 直接下令要张应学的命 张应学冲上前抓着谢衡的衣摆 哭着喊 陛下 我们都被算计了 宋纪婉他知道 你的一切谋算 他预知了一切 他在报复我 也在报复你 谢衡 你相信我一次 谢衡冷眼看他 仿佛在看一场笑话般 张应学被谢衡的冷漠伤透了心 他对这个男人的一切幻想都粉碎了 你爱我却冷落我 你爱我却用我的名义 去伤害另一个女人 你爱我却如此逼疯我 这一切 这一切的源头都是你 他癫狂一般地指着谢衡大骂 谢衡 谢衡 我要辱骂你 谢衡忽然抽出 御前侍卫的佩刀 寒光一闪 张应学身体一僵 先谢从他的脖梗喷涌而出 皇帝亲自杀人 御前的侍卫宫女都吓了一跳 连忙下跪 齐声地喊 陛下息怒 谢衡踹开张应学的尸体 走上前 从乳娘手里接过小太子 轻声细语地哄着 他忽然抬眼看我 皇后 过来 我在秀下的手紧紧地握成拳 前世 谢衡和张应学都死在我兄长手里 张应学忽然有了前世的记忆 那眼前这个谢衡会不会也重生了 张应学死后 谢衡待我更加好 他也真心地疼爱小太子 似乎根本没把张应学死前的那番话 放在心里 他登基后没有选妃 只夜夜宠信我 因为只有我知道他废了命根子 只有我知道他不能再有孩子 肉从容能让他重振雄风 维持表面的假象 却再不可能有新的皇子诞生 如果选别的女人进后宫 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皇帝不行 明明是自尊心作祟 谢衡却对外夸赞 自己是最专情的帝王 他待我宋家也很客气 对我兄长更是直接称兄道弟 谢衡刚登基这一年 边境北敌进犯 宋家军镇守前线退敌 一年后 宋明辰凯旋而归 谢衡亲自相迎 并设庆宫宴 宫宴上 谢衡封宋明辰为一等宫 并让谢衡在京中好好地休养生息 打战的事先不必管了 在座的诸位大臣都听得出来 这是名声暗扁 得了一等宫的爵位 却被皇帝没收了郑国将军的兵权 宋明辰只品酒 仿佛没听见这道赏赐 谢衡沉声问 爱卿还不谢恩 听出皇帝运怒 宴会上的歌舞停了 气氛凝重起来 宋明辰眼都未抬 声音慵懒 皇上这是要泄沫杀驴了 放肆 谢衡被揭穿了心思 恼羞成怒 他原本是想一步一步地削了宋家的拳 温水煮青蛙 没想到这才烧第一锅热水 宋家就赶明着跟他对着干 宋明辰 你是想造反不成 宋明辰冷笑一声 我也不是第一次造你谢衡的反了 他摔了手中的杯子 请客间 宋家军包围了整座皇宫 谢衡的御林军 根本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就被包围 在座的大臣都慌了 谢衡猛地起身 你别忘了 你的妹妹还在镇的后宫里 皇上是在叫臣妾吗 我泰然自若地走入宫殿内 身边的约衣抱着小太子 宋纪婉 你 你竟敢背叛朕 朕对你那么好 皇上对臣妾好事出于什么龌龊心思 非要臣妾挑明了说吗 在王府时 你宠我只是为了保护 你那位心爱的小妾 你从未把我当人看 我只是你夺位路上的一个工具 一个火把子而已 你这样的人 也配来指走我背叛 谢衡瞠目皆舌 他以为他的计划天衣无缝呢 我扶了扶头上的凤差 知道陛下喜欢过河拆桥 我宋家只好先下手为强了 宋家军是整个启国的脊梁谷 这样一支军队要造反 任何君主都没有反抗之力 何况是谢衡这种 刚登基没多久的帝王 他被御林军扣押时 竟还正义凛然地怒骂宋明臣 朕将你视为骨功之臣 信任你 提拔你 给你宋家最高的施加地位 你妹妹还是皇后 你就这么对朕 忘恩负义 乱臣贼子 陛下对哥哥好 并不是真的要重用他 我上前 凑近谢衡 笑着揭穿他 陛下是怕自己如前世一样 被我哥哥造反 砍了脑袋 谢衡瞪大了双眼看着我 我笑了笑 你想慢慢地削我宋家的权 可臣妾也不是傻子啊 我摸了摸他的脖梗 前世你害死我时 有没有想过会被我兄长报复啊 谢衡阴沉地看着我 你就不想知道 朕什么时候有了前世的记忆 我猜你跟张应雪 是一起恢复记忆的 推算时间 也就是说 前世你的皇位 也只做了一年不到 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前世 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心里这口气啊 就顺畅了 宋明晨递给我一把匕首 妹妹 报你的仇 我接过匕首 刀锋从谢衡的脖梗 一路探下去 谢衡下的浑身颤抖 但我没有杀他 前世拜他所赐 我被病痛缠身三年之久 夜夜不得安眠 活着比死还难受 谢衡也应该尝遍我的苦痛 肉从容陛下每晚都在吃 陆陆续续的了 也有一年多了吧 谢衡脸色骤然一变 你什么意思 那要有毒 倒也不是真会把陛下你毒死 只是这药是会上瘾的 陛下每晚服用 已经习惯了吧 从今日开始 这药给陛下你断了 我掐住谢衡的下巴 我要让陛下 你好好的感受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段子绝孙 谢衡被我关入了冷宫 他也是这历史上 第一个被皇后 打入冷宫的帝王 肉从容当晚就给他断了 谢衡原本没什么感觉 只是下身使不上劲 他以为我在危言耸听 慢慢咧咧地睡去 但到了后半夜 他猛地被痛醒 下身仿佛被人用冰刀生生地阉割 这刀还是把钝刀 在他最敏感的位置上 拒来拒去 不给一个痛快 而这种断根之痛 只有那株特制的肉从容能医治 我不会给他要的 听说冷宫夜夜都会传出 谢衡的哀嚎痛叫 慢慢地变成求饶与哭声 一个月后 我再去冷宫看他 谢衡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样 他跪在我面前 祈求我给他一株肉从容 他跟我磕头求饶 我错了 我不该利用你 即晚 你可怜可怜我 给我要 我如今生不如死啊 这才一个月 陛下就受不住了吗 前是这样的日子 臣妾过了整整三年 谁又曾可怜过臣妾呢 宋继婉 你这个毒妇 谢衡发了狂地朝我扑来 侍卫直接架住了他 他目自尽烈 大声地骂道 那杯毒酒是你为我喝下的 这肉从容是你一开始就设好的局 我吃笑一声 不仅如此 就连当日公主府的情帖 也是我故意让张应雪姐走的 我早就知道 赋燕归来的途中马车会出世 他那么想出风头 那就让他出个够咯 顺便让他那对双生子一起下黄泉 因为前世 他们在冷宫里在我面前 实在是太吵太吵了 死了才干净 杀了他们 也算是为我前世的孩陪葬了 谢衡看恶魔一般地看着我 宋继婉 你竟如此歹毒 连孩子都不放过 我吃笑一声 臣妾如今的歹毒心肠 都是跟你有样学样的呀 你今世之下场 都是聂力回馈罢了 说来我也没有脏了自己的手 毕竟这一切都是戒其王的刀 我呀 双手干净得很 谢衡整个人被打击得都颠了 他想杀了我 却被下身的痛 折磨得犹如一只被抽了虾线的虾 腰都直不起来 世卫根本不用动手 他自己连站起身都做不到 我欣赏着他的狼狈 朱唇清起 你辜负我的真心 就该受此报应 哪怕轮回转世 你也逃不掉 关于前世的一切 宋明臣都是从我口中得知 听到他前世为了替我报仇 竟是军谋反时 他并不惊讶 只认真的说 就算再来一次 我也会这么做 既然谢衡在未来一定会辜负你 我作为你的兄长 难道还能眼睁睁地等着他 伤害你之后再进行反抗吗 不如立刻动手 先下手为强 于是便有了那场公变 那场公变结束后 我以皇后的身份 对外宣称皇帝突发疯病 几日起传位于小太子 太子年幼 由我垂帘听证 宋明臣为摄政王 宋家是启国的脊梁谷 陈民虽然觉得 皇帝忽然发疯有些怪异 但小太子毕竟是正统皇室血脉 名正言顺 因此 这场公变的动荡不安 仅仅蔓延了一个月 就得以平复 整个启国很快地 恢复了安稳平静 我再三地确认 哥哥没有前世的记忆 哥哥问我 为什么这样患得患失 因为只有在前世 那个时空死了的人 才可能重生到这一世 哥哥 我希望你在前世 长命百岁 哥哥温柔地笑了笑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若是在前世死去 岂不是还能在这一世 跟你继续做兄妹 这样也不错 妹妹 无论轮回转世多少回 我都会守护起国的江山安稳 守护宋家 守护你 我的哥哥一直没有重生 我知道 他在上一世 一定是个长命富贵 寿民爱戴的明君 谢恒在冷宫 受了三年折磨 我折磨他折磨够了 便故意让侍卫 把冷宫的门大开 谢恒以为自己能逃出去 逃出冷宫时 才发现 外面一排弓箭手正 对准他这个火把子 我悠然地坐在凤椅上 凤膜微台 辜负他人真心 把他人当火把子的人 最后一定死于万箭穿心 我的手轻轻地一抬 放箭 数百只箭与密密麻麻地 朝谢恒周身的命门射去 谢恒甚至来不及惨叫 就被一箭穿喉 那张擅长用甜言蜜语 欺骗我的嘴 那颗满是对枕边人 算计的恶毒心肠 全都被剑射烂了 小太子在我的教导下 懂事名理 聪明活泼 倒是没见谢恒的影子 哥哥说 他身上竟是我 少时的活泼影子 是啊 这个孩子 想必也是前世的宝宝 来找我的 他知道自己前世 死在谢恒 这个亲爹的算计里 于是这一事 他不要向谢恒半点 小太子长大后 有一日问我 母后 为人处事 什么最重要 真心 任何人的真心 都是宝贵的 我柔声地说 作为皇帝 受百姓真心爱戴 便该以真心回报 让百姓丰衣足食 作为君主 前线将领真心地 为你保家卫国 你也该以真心回报 照顾他们的家人 奖励他们的功劳 而作为一个人 皇儿 你切不可学你父皇那样 辜负真心的人 一定不得好死 小太子朗声道 他才不是我的父皇 我要变成摄政王那样 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他说到做到 果然成长为一代明君 这一世 和清海艳 岁月温柔 我得到了 我应有的美满 全文完